嗨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李伟善老师 我是福士华小的辅导老师 今天老师要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反读讲座 我会用接下来的 20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什么是毒品 毒品的危害 还有我们要如何的来预防 接触毒品 在还没有正式 开始我们的讲座之前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在心里面来思考一下 一个吸毒者 他究竟是罪犯呢 还是病人呢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很多国家对这个吸毒者的定义 都有不同的意见 而这个定义就影响了 这个国家对这个吸毒者的待遇 如果他是罪犯的话 我们会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监牢对不对 让他悔改 让他在监牢里面改过 那么如果他是病人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才合理 难道把病人放在监牢里吗 嗯对了 如果是病人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他合理的治疗 适当的治疗 那么他才能够痊愈 才能够好起来 对不对 老师现在就不会跟大家来 下这个定义 吸毒者到底是罪犯 还是病人 这里老师想要 让大家在这个讲座 讲完过后呢 大家思考一下 究竟这个吸毒者 是罪犯 还是病人呢 毒品是什么 嗯 毒品呢 其实 就是 非法使用 其对精神有影响的物质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 一些在本地 比较流行的毒品 好 这个是什么 大麻 你看到这是 大麻好像烟草一样哦 会被 用 捆在 这个烟里面 一起吸哦 这是 摇头丸 这是 冰毒 这是 白粉 这可能是白粉 可能是 cetamine 然后也可能是冰毒 粉状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去分辨 到底它们是什么了 因为它们 都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嗯 也是白白的 但是这样子 的排法 这样子整齐排成两排的时候 我们就会 知道它是用 鼻子来吸食的 用鼻子来吸食的 多数 都会是 cetamine 这个 五元六色的是什么 好像邮票一样 这是 迷幻药 嗯 接下来 这是精神药物 精神药物也被滥用的时候 就变成毒品了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强力胶 对 就是市场上普通的强力胶 当我们滥用的时候 它就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影响 那个时候它就变成毒品 嗯 不要觉得 惊讶哦 在我们身边看见的这一些 我们叫做有挥发性物质呢 都是能够变成毒品的 我们不可以去 滥用 非法的使用 哦 这些物质 因为它会对我们的头脑产生 很严重的影响 摄入毒品的方式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看哦 啊 这个就是吸食大麻的方式哦 好像吸烟一样来吸 啊 我们 吞 吞下去 哦 这是刚才我说了 用鼻子来吸 它应该是在吸Ketamine了哦 啊 啊 这是 用白粉 就是那个海洛因 哦 用火烧了过后 有两种方式摄入 一是用这个打针的方式 可以打在哪里 打在 手臂啊 脚啊 腿啊 只要有血管的地方 都可以打 然后呢 第二种方式 就是用来 吸入这个 燃烧过后的烟哦 这个方式哦 有一个名称叫做追龙 英文叫Chasing the Dragon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这个烟飘上来的时候 就好像龙的形状一样哦 然后呢 这个吸毒者就会用水草啊 或者是其他的吸管 来追着这个烟来吸 所以有这个 很奇怪的名字 Chasing the Dragon 追龙 嗯 这是什么 眼睛哦 眼睛也能吸毒吗 是的 刚才你看见那个小小 五元六色的那个 这个 迷幻药呢 就可以放在眼珠旁边 让眼珠里面的这个 微血管呢 把这个毒品吸入 然后运送到大脑 哦 还有呢 这个 这个 迷幻药也可以放在舌头下面 很多血管的地方 让他 让这个血管来吸收 这就是 我们在一般可以看见 摄入毒品的方式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当这些毒品 进入我们身体过后 会造成什么影响 造成什么负面的后果 第一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第二 我们的精神状态 也会被影响 第三 我们的行为 还有整个社会的安宁 也会受到影响 最后 还有法律的制裁 我们也会来看一看 马来西亚的法律 是怎么样对付这些的 毒贩 这些的吸毒者的 好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身体 啊 这是一个 使用冰毒 Math Math Enfermin 就是冰毒的意思 这一位女士呢 吸食了冰毒十年的时间 我们看看她二十八岁的时候 长这个样子 一年后 她变成这样 这是她三十岁的样子 三十一岁 三十二岁 你可以看见 其实变化不是很大 但是在下面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她的变化 会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严重了 你看到吗 三十五岁 三十六岁 三十七岁 当三十四岁过后 我们 几乎看见都是一个斧头的形状了 在三十八岁的时候 她就没有拍任何的照片了 为什么 因为她在三十八岁的时候 去世了 好 我们这里看见一个西石病毒的人 十年里面她的转变 是多么可怕 你看她二十八岁的时候 是多么的清纯 三十七岁的时候 就剩下一句苦头了 这就是西石病毒十年 带来的这个后果 同学们 你们觉得可怕吗 老师是觉得非常可怕 这个毒品呢 对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 也会造成伤害 这个也是西石病毒的人 你看见她的脸吗 有很多的疤痕 这是因为病毒会造成我们头脑有一些的影响 我们会产生幻觉 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我们会觉得很痒 很痒 但是又没有感染 又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是就会有这个幻觉 这样子的人就会一直去抓 一直去抓 让整个身体都留下很可怕的疤痕 这些也是 有同样的这个 很多疤痕在脸上 还有这一位呢 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她的精神 也受到影响了 她的眼神变成很呆滞 但是思考也应该会变成很慢 不知道如何的来去做正确的决定了 这三位呢 我们看一看哦 几乎也是一样哦 你看见她的眼神 你看见她的这个消瘦 你看见她的皮肤上面的这个影响 病毒对我们的牙齿也会造成 很严重的伤害 我们来看一看 这就是追隆的后果 当那个 这个 海洛因 这些毒品 进入我们口腔的时候 它就会轻死我们的牙齿 轻死我们的软组织 这是对牙齿的影响 接下来是我们的 鼻腔 你知道鼻腔是什么吗 鼻子里面 会有一个空间 那个叫鼻腔 我们看一看 用鼻子吸毒的人 他鼻子里面的那片软骨不见了 被青丝掉了 然后他这个口腔里面上额这里 所以也变成一个大洞了 那个软组织也被青丝掉了 这就是毒品的厉害 不管它是海洛因 或者是K他命 都一样会青丝我们的身体 它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青丝而已 你用鼻子来吸 它就青丝鼻子 鼻腔里面的这些软组织 你用嘴巴来吸 你的牙齿就受伤害 不管是从哪一个器官进入我们的身体 最后他都会被送到头脑里面 所以我们的头脑会被 严重的来影响受伤 这个是一个吸毒者 过世 过世以后的吸毒者 他的头脑被拿出来解剖 然后拍照让我们看 这是一个真实的照片 不是一个假的 你看到这个是他黑掉的部分 就是他前脑的部分 前脑是负责什么 负责做决定用的 当一个人前脑坏掉的话 他就不能够做一些逻辑的思考 做一些对的决定了 头脑坏掉 这是一个不能够被医治的情况 没有办法去医他了 坏就已经坏了 也不能换脑 接下来是什么呢 看得出吧 这就是肺 这是牛的肺 不是我的肺 这个肺是在实验室里面做的 虽然不是给他毒品 只是给他香烟而已 你看这个红红色的肺 是很健康的肺 当给他香烟过后 他就变得黑黑干干了 这只是香烟哦大家 香烟算毒品吗 香烟不算毒品 是合法的 香烟已经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这想而知 毒品对肺的影响 会是更加的可怕的 这是我们的血管 我们的心脏 刚才我老师有告诉大家吗 海洛因摄入的方式 其中一个是用打针的方式 打针的方式 就是会打在我们的血管上面 长时间重复 打在同样的血管 就会造成血管的损坏 会collect 会 就会坏掉了 好 所以当一个地方的血管坏 左手的打完坏了 找不到血管了 就会打右手 右手的坏了 又会打在脚 脚坏了会打在身体的其他部位 最后会打在哪里 最后会打在颈像 打在颈像喉咙附近 那里有一个大动脉 那是最危险的地方 当我们的血管长期被这样子 损害的时候 它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曾经就有一个 我在这个戒毒所里面 有一个戒毒者 就告诉我 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 就告诉我 他看见最可怕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他有一个朋友 就在他面前吸毒 他们说这个叫highway highway就是让他更快 最快得到快感的方式 他就打在哪里 打在颈像 喉咙附近这个大动脉 打进去过后 哇 这个层面就很可怕了 他的动脉破裂 那个血是喷出来 一直喷 一直喷 他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真的是吓坏了 这就是海洛因对我们这个血管的伤害 当然这样子也会严重影响我们心脏的操作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看 这是 最后会带来死亡 这个死亡呢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可能有的人吸毒10年 20年30年都还是能够勾且偷生 还是能够活着 但是有的人 他第一次碰毒品的时候 他就一命呜呼了 就死亡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有的人 对这些化学物质特别敏感 当这些毒品进入他身体里面的时候 他产生排斥的作用 他马上就去世了 也没有办法救回了 这是毒品对我们身体最严重的伤害了 好 说完对身体健康的这个伤害 我们现在来看看 对我们的精神状态有什么影响 吸毒的人 会长时间的感到害怕 他什么都怕 怕有人来抓他 怕有人报警 怕家里人出卖他 怕他的朋友来骗他 他们常常永远都躲在害怕的阴影里面 其实病毒的人他们有一个症状 有一个症状 就是他们可以长时间的不睡觉 为什么会不睡觉 因为这个病毒会欺骗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的大脑以为 我们还有很多体力 我们还有很多精神 其实并不是 不是我们的体力还有很多 他可以几天没有睡觉 几天不用吃不用喝 但是不是说他的身体 这个毒品可以让他有很多能量 不是 头脑 他只是欺骗头脑 让头脑 以为 身体还有很多能量 所以当他长时间可能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不睡觉 不进食过后呢 当这个毒品在他身体里面 metabolize 就是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metabolize 华语叫做 为什么我讲不错 就是 当他被身体消化 消化 消化也不好 总之就是被身体用完过后 这个病毒的成分没有在我们身体的时候 头脑突然间 意识到 原来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能量了 他就突然间好像晕倒一样 就倒下去 连续睡伤好几天 这是很可怕 很危险的情况 特别是 在 这个司机 驾长途巴士 或者是驾 再送货物的这个罗里司机身上 如果他们吸食毒品 他们可以长时间不睡觉 长时间的 再送人 或者再送这些的货品 但是 只要到这个地步 他突然间clash的话 他突然间就晕倒 就连续睡下去 完全没有反应的话 意外 常常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有好几宗了 已经有好几宗这样子的个案发生了 接下来呢 西式毒品的人常常无精打采 就算他不用睡觉 但是他不是那种精神 龙马精神的状态 他不能够做工 精神无法集中 他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 然后你会看见西毒的人 为什么会跟 镜子里面的自己讲话 为什么会跟树上的小鸟吵架 为什么会跟一只来打架 甚至打自己 做出很多奇怪的行为 我们不能够明白 这是因为头脑已经受到伤害了 西毒者也会很容易有这个暴力的倾向 动不动就要动拳头 动不动就很暴力的来对待周围的人 对待自己 严重的话呢 也会有这个昏迷的状态 一昏下去 就需要去急救了 然后如果吸死迷幻药的人 也会有这个迷幻的这个情况 迷幻有两种 西毒西这个迷幻药的人 他们不能够选择 他们要A或者B 他就是看运气的 如果他运气好 他会有这个比较 我们说正面的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他会看见在天堂 有看见他很多很喜欢的东西 很享受的事情在发生 但是如果他运气不好 他就会看见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看见魔鬼在追他 看见妖怪在追他 看见他身边所有的都是丑八怪 都是妖精 他会很害怕很可怕 这个迷幻呢 不会只是在吸死迷幻药那一段时间发生而已 这个迷幻会突然间在正常的时候 就是他没有吸死毒品的时候 突然间就这样flashback 我们这个叫flashback 突然间他就看见这个迷幻的影像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看见 为什么做工作一半有 那个人有很多奇怪的动作 他跑来跑去 或者他在赶藏影子类的动作 做得很夸张 这可能就是这个flashback 这个迷幻的事件在发生着 我们看不见他头脑里面所看见的那个情况 最后呢就是精神分裂 其实毒品的人最严重的这个精神影响 他们精神状态就会造成精神分裂了 会有幻觉 会幻听 会多疑 会焦虑 幻觉就是看见别人 看不见只有他们自己看见的东西 不是见鬼哦 他们是看见这些画面的时候呢 看见一些人来找他 看见很多朋友 每天晚上都会找他 有一个吸毒者就告诉我 每天晚上有不同的朋友找他 大概三十多个人 他是在戒毒所里面 他会看见警察要爬那个篱笆进来抓他 这个是幻觉 幻听是什么 他会听见声音 他会听见那个可能他看见的幻觉 会跟他说话 他还会跟这个幻听这个声音对话 有时候他还会去听这个声音 对他的指示 如果这个声音叫他去伤害别人的话 他会照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声音不是一天两天三天而已 它是持续不断 今天明天后天整个月持续都来 你去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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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他不能够抵抗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就去服从 那会是很可怕的 多疑呢 他会常常猜忌 可能他的这个 他的 亲人 吃一点回家 他就会很怀疑 去哪里 是不是去警察局 或者他的亲人 很开心在那里笑 他就很多疑 你是不是在笑我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 你为什么笑到这样开心 我这么痛苦 你这么开心 这就是多疑了 他会很焦虑 他常常很担心 常常很害怕 所以你看见吗 吸毒对我们精神状态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一个正常的人 可以走到精神分裂 就是我们常常说神经病的这个地步 这是毒品对我们精神状态的影响 这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对我们的行为 还有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呢 嗯 吸毒的人 他会面对失业 没有工作的这个状况 刚才我们说到病毒 病毒是马来西亚 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毒品 吸食病毒的人 他一段时间不用睡觉 他可以很勤劳 做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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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做的东西 是不是正常人做的东西 那个就是另当别论了 嗯 同样的在这个戒毒所这个毒贩 我跟他进行这个辅导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是在做工 对他很勤劳做 但是他只会踩 他是做修理摩托的 他只会踩 他把那个顾客的摩托 那个零件 踩到 很完美哦 变成都是零件而已 没有任何一个螺丝锁在另外一个那个螺丝的洞里面 全部拆到干干净净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组装回去 他怎么做工这样子的情况 是不是 一定会被炒鱿鱼 要不然呢 他做工作了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不见 为什么呢 在睡觉 老板怎么可能会留他继续做工下去 这是病毒 那么如果他吸食那个白粉 海洛因的话 也是很严重 他吸了 海洛因在我们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 Metabolite是新陈代谢 他在我们身体里面新陈代谢的时间是4个小时 4个小时他就会消失了 就没有了 在身体里面没有 这个吸毒者呢 他会觉得很浑身不自在 很难过很辛苦 他一定要吸这个毒品 一定要把这个海洛因进身体 他才可以恢复正常人的那个状态 所以这4个小时里面 他同脑一直在想 如果他有钱不要紧 他有白粉在身上的话 他可能比较安心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又没有钱 他一定在想我要去哪里找钱 然后去买这个白粉 要不然 他完全是没有办法过正常人的生活的 所以每4个小时要找那个钱去买白粉 你说他要怎么样正常的来生活 正常的做工 这就是造成失业的原因 第二呢 他会被社会鼓励 谁会喜欢吸毒的人 看见吸毒的人就躲得远远 不管他是你的家人也好 是亲人也好 甚至是你最亲最亲的人 你都没有办法去跟他好好地相处 因为他很多奇怪的行为 因为他会对你造成威胁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正常人 我们一定会这样子来保护自己 所以当他们被孤立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难道真的是喜欢一个人吗 不 他们会找回一样的人 物以类聚 嗯 就是这样子咯 就找 一起 找这些一起吸毒的人咯 他们躲在一起 一起吸毒 一起闹事 成群结党 一起去找钱咯 怎样找钱呢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咯 就是这些的 造成社会问题 我们社会里面很多的问题 都是这样子造成的咯 所以当这些人去 做出很多社会问题 去打抢啊 抢劫啊 掠夺啊 破门行窃啊 最近有听说一个案件 大白天的有人去破门行窃 大白天咯 然后当然啦 就被左邻右舍发现了 被警察抓咯 被警察抓过后厌尿 你觉得他是什么情况 当然就是吸毒咯 吸毒的人 他就是不能够做 做出正确的判断 怎么可能大白天你去偷窃 不会被警察抓 不会被发现 对不对 你还去破门 破坏人家的门走进去 他们还好选择一个 没有人在的屋子 但是邻居都在啊 好 这样子的情况会造成什么 社会的不安民 我们的社会 我们马来西亚 你常常听见很多这些案件 如果我要举例子的话 真是太多了 很多很可怕的案件 我是不能够在这里 向大家来说 真的是会吓到大家 好 还有呢 就会浪费政府的资源了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如果 也不是如果 我们的政府真的是在做着 我们的政府 用了很多的钱啊 去来帮助这些的吸毒者 就是有建这个戒毒所啊 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执法者啊 要去抓 我们有一个机构叫做 AADK Agency Anti-Data Negara 就是专门来对付这个吸毒者的 就是要去抓他们 然后要去改造他们 然后去帮他们戒毒 然后呢 警察部门里面也有一个部门 是专门来对付这些贩毒的 毒贩啊 那个叫Narkotic 就是专门来对付毒贩的 所以政府在这些机构啊 在这些 执法者身上 放了很多很多的资源 很多很多的钱 要去建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戒毒所 是要花费很多的钱 然后每天的运作呢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只是戒毒的部分 那么 吸毒者 他们很容易就 生病 需要去到医院 吃药啊 这个Ambulance啊 这个救伤车的载送啊 医生要去医治他 护士要去 照顾他 这些都是政府的资源 就这样子白白的浪费 因为吸毒 所以就浪费掉这些资源了 嗯 让这些资源 不能够好好的到这个 呃 需要的人身上 哦 再接下来 我们看看法律 马来西亚的法律 会对付两种 啊 这个毒品的法律哦 会对付吸毒者 吸毒者呢 怎么样鉴定 如果你 如果你被警察怀疑 你吸毒 警察就会带你回警察局哦 然后验尿 验尿过后 发现 如果那个 尿液啊 是 阳性的话 啊 就证明你吸毒 哦 还没有证明就是 起初步 推断出你吸毒 就要把你的尿液 这个样本 再送到 这个 化学局那里 那里 那里会有这个 正式的这个 实验室来验 当他们验到 你的尿液里面 有这个 毒品的成分的时候 你就会被判 两年强制戒毒 会被关在这个戒毒所里面 哦 第二呢 是拥堵者 就是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口袋啊 在你的书包啊 或者在你的 呃 钱包啊 你的 呃 总之 在你的家里 或者你的车上 找到毒品的话 你就会 接受 这些的审判了 这个是 马来西亚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下哦 如果大麻的话 我们来看大麻哦 如果是二十克以下呢 在你身上 找到二十克以下 罚款两万 坐牢少过五年 或者两者监视 哦 如果是二十克到五十克啊 多一点点 你知道二十克是多少吗 大概 呃 一颗鸡蛋或者是 嗯 大概一颗鸡蛋哦 二十克到五十克 就是那么重而已 教官 坐牢了 Imprisonment 两年 少过两年 或者 呃 加少过 呃 这个 这个 少过十下的这个边形哦 OK 坐牢 两年 和十下的边形 OK 如果是五十克到两百克呢 Lifetime Imprisonment 啊 就是 呃 无期徒刑 坐牢做到你去世为止 然后 有十边的这个边形 OK 如果发现你种植大麻呢 啊 种植大麻也是 五期徒刑 哦 然后呢 六下的这个边形 所以 每一个毒品它都有不同的这个 啊 不同的这个 法 法令在管制着哦 同样的法令 但是不同的成分 OK 成分 你看看鸦片 啊 鸦片是 可以 比较多哦 少过一百克啊 啊 就是刚才那个 大麻少过二十克的这个 这个刑法咯 OK 这是大麻鸦片 后面还有这个 海洛因 冰毒 还有那个 咳嗽药 咳嗽药 现在市场上面 买不到这种咳嗽药 以前 以前的咳嗽药哦 OK 现在这个咳嗽药已经被 呃 被 呃 已经不能够在市场上卖了哦 因为它会造成 上瘾的问题 OK 那么 啊 变形是怎么执行的 哦 变形会这样子 哦 把这个 毒贩 呃 绑在这个价值上面 哦 值得注意的是 变形只对男生 男性 可以实行哦 对女性是不能够实行的 哦 这个 男囚犯呢 会被绑在这个 架子上面 固定好过后 啊 会用怎样的 吞鞭呢 啊 不是普通 悠悠妈妈用的 吞鞭哦 这个吞鞭是 好像棍一样的 哦 普通人被打 如果是打错部位的话 可能会 永远变成植物人哦 所以你看 他刚才要把它固定到 好好的 哦 然后呢 执行鞭型的人 都是有受过 专业训练 他们每一下鞭下去 都是用尽全力 而且会打准准 在你的臀部上面 哦 要是他们打上一点 可能打到你的脊椎骨的话 你就完了 这一辈子就变成植物人了 哦 所以你可想而知 十边打下去的话 哦 那个伤害 那个伤势 是真的是皮开肉贱哦 不好玩的 同学们 真的不好玩 好 这个危险毒品法令 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 39条B呢 唯一的刑罚就是死刑 当在你身上找到的 这个毒品重量 超过 你看下面这一些 的分量的时候呢 就是死刑了 海洛因 白粉呢 只要找到超过15克 15克是多少 比20克还少 可能就是一支铅笔 两支铅笔的重量 有机会你蹭一蹭哦 你的铅笔多重 那就是15克的海洛因 冰毒50克 一颗鸡蛋的重量 你就死刑了 大麻呢 200克 200克也不多啊 鸦片一公斤 所以 我们马来西亚对 毒品的这个刑罚 是很严厉的哦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注意 我们 千万不要 让自己涉及在这个 毒品的这个 活动里面 要不然我们面对的是 死刑是没有办法 没有人可以救我们 好 讲完这个法律 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里面 到底严重吗 有多少人是这个吸毒 吸毒的人 这是2013年到2017年的数据哦 我们看这个是新案件 重犯 重犯就是他被抓一次被抓 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之前在那个戒毒所里面 就有一个人跟我分享咯 他进出这个戒毒所监牢啊 一共有16次那么多 他们是没有办法自拔的 是没有办法 救自己的 那么你看 所以在楼佛州有不少哦 每年被抓的有这么多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新案件就好啊 新案件 OK 就是没有被抓过的 然后 新案件啊 加起来的话 有八万八千七百三十八人 这是五年啊 五年里面而已哦 还没有算到今年 OK 那么在学者界呢 就会这么相信啊 他们有一个数据啦 有一个 只要有一个吸毒者被抓 就代表他后面还有四个 还没有被抓到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 有三个对不起 背后还有三个 没有被抓到的 所以总共是四个咯 一个加三个没有被抓 总共四个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 多少个人吸毒的话 我们要乘四 乘四过后 我们得到的数字是什么 三十五万四千九百五十二人 三十五万人是多少啊 马来西亚的人口是三千 三千两百多万 所以大概是十八千左右 三十五万 哦对不起我讲错了 四股来人口啊 大概四股来你知道是哪里哦 就是我们府市学校附近这里哦 这一带这些花园的人 加起来大概有二十一万人这么多 二十一万 OK 我讲到 所以呢 如果把全国的这个 那五年被抓到的这个 那五年的吸毒者 通通搬到四股来这里来的话呢 恐怕我们四股来也装不下这些的人口哦 OK 已经超过将近一半以上的了 三十五万和二十一万 你看三十五万要装进来的话 真的是不够了哦 OK 所以刚才我说 马来西亚人口三千两百多万 所以这里三十五万大概是一巴仙 一点多巴仙的这个左右哦 OK 那么这么多人的话造成什么 我们的钱哦 你看到这个 这个数字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呢 这么多个零 九个零 OK 这是一九九二年的一个研究的报告了 这些钱是 花在哪里 亏损在哪里 刚才我说咯 这些执法者 法庭的费用 然后这些 毒贩被抓过后 进行这个 戒毒 每天 大概需要花费三十五块 他们要被抓 被抓要被关两年 两年再乘以刚才的那个数字 多少啊 OK 八万八千多个人 那五年 但是这个是之前啊 嗯 所以那个数字是很大的 很大的 哦 当这些人被抓过后 他们 嗯 就这样子 花掉我们政府的这个资源哦 这些钱哦 这些钱是哪里来的钱 就是我们人民的税钱哦 我们出去吃东西 我们有交税 吃McDonald 吃十块 你还六毛的税 吃二十块 你还一块两毛的税 6% 嗯 那么这 这些税 当被浪费在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心痛吗 很心痛哦 要是他们没有被抓 刚才我说了 在医疗上面他们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职员很多的钱 他们没有工作 他们制造社会问题 要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也是要花很多的钱 社会安宁呢 没有钱的时候就抢劫 破门行窃 偷窃掠夺 勒索 社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 那么有钱的时候他们去吸毒 吸毒的时候精神亢奋他们做什么 常常这个精神亢奋就跟性 Sex 连在一起咯 精神亢奋的时候就去强奸咯 杀人咯 伤人 所以吸毒的人带来带给社会的这个伤害是太大了 不只是资源上面 对我们人民的这个安全也是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 他们愿意每天都这样子去吸毒吗 小朋友 你们觉得呢 吸毒的人会觉得后悔吗 他们想要戒掉吗 所以 我遇过的啊 我跟他们这个辅导的人 他们都想他们要改 他们很想改 但是改不掉 为什么改不掉 因为上瘾人咯 上瘾是怎样呢 怎么样 算是上瘾 上瘾就是他没有办法不去吸毒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没有办法不去吸 不是他不要去就可以了吗 嗯 这是上瘾的过程咯 我们来看一看啊 一个人吸食毒品啊 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试试看咯 朋友教导不是try一下咯 试试看朋友会说 你试试看啊 哎呀 没有胆嘛 试试看一次不会上瘾的啦 一次而已 你试看一次 ok try一口不然丢脸 是不是 试了一口 诶 真的不会上瘾哦 但是那个感觉又很好哦 哇 飘飘然的感觉好像很舒服 哇 好像Superman这样 又看到什么迷幻的那个感觉 看到我好的那种迷幻感觉哦 够力咯 哇好像很爽真的是 又一次又没有事情 怎么样 很爽是不是 再try多一次啦 ok啦 ok啦 偶尔就跟这个朋友出去玩玩咯 偶尔就来 这个嗨一下咯 就来开心一下 偶尔玩玩不要紧嘛 是不是 啊 就跟这个朋友越玩越开心 哦 可能这个朋友都不理你哦 你自己 开始回去找了 偶尔玩玩 当你玩玩玩的时候哦 你就开始变成一个习惯了 定期了哦 定期 可能之前是几个月玩一次 偶尔玩玩 现在变成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两次 每个礼拜一次 那个量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啊 嗯 这个时候我们的 头脑啊 头脑 刚才你看到那头脑坏掉 对不对 这个时候头脑还是健康的哦 啊 当是当你这个 你要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 身体我们的身体 产生的抗药性 我们抗药性 就是我们 吸食原本的那个分量 对我们身体 起不了作用了 我们感觉不到那个快感 感觉不到那个亢奋的感觉了 我们要吸更多的时候 啊 这个就是产生抗药性的时候 产生抗药性 我们就是要吸食更多 原本吸 啊 10g 现在20g 你才会有感觉 要30g 才会有感觉 然后你需要每 每天吸才有感觉 少一天都不行 这个就是吸食更多的情况 然后产生抗药性 这个就是上瘾的灵界点了 过了这条线 我们的头脑就受伤了 这个受伤呢 学者呢 这些科学家就说 这个是不能够被移植的了 irreversible irreversible 不能够回到之前的那个健康状态了 这个时候 我们不可以不吸了 为什么 因为当你不吸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些的状况 有一些的这个症状出现 你会头晕啊 你会呕吐啊 你会发抖啊 你会流鼻涕 流鼻水啊 这些的 这些的症状哦 所以 当这个人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他要怎样让自己变成正常 好像一个病人 他要吃药 他自己找药 找什么药 刚才他吸的毒品 这个循环 就会不停不停的循环哦 当我们的抗药性越来越强 他就要越来越多 吸越来越多 让他变成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所以这个 就是他们 不能够解脱的这个问题所在了 哦 他们也很痛苦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解脱了 因为不吸的时候 他们就好像要死 要死一样 哦 世界末日都要来的感觉 所以 小朋友 上瘾可怕吗 你觉得可怕吗 我听他们说的时候 听他们分享的时候 哇 我都在流冷汗 为他们 为他们感到很难过很伤心 眼泪都流下来了 他们只可以吸食更多 不能够不吸 不吸的话 就很难受 啊 你看回这个人 他吸十年 上面那五年哦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对吗 可能 可能 可能啊 我说可能啊 我不知道 我只是猜想 这五年他的头脑还没有发生那个 很严重的抗药性 还没有发生伤 但是到了33岁的时候 你看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消瘦 哦 神情也越来越呆滞 整个人都好像疯了一样 这就是那个过程哦 最后 就是死亡了 没有办法停止 那个毒品对他的伤害越来越大 他没有打开嘴巴了哦 可能他的牙齿不好看啊 嗯 他没有办法停止 就算他牙齿烂到完 他还是要继续 为什么 如果他不吸的话 他很辛苦 所以到38岁他就这样子死掉了 是不是真的像他一样 每个人吸毒可以活十年 不是啊 不是这样子说的 有的人呢 前面那段时间很长 像他这样五年 有的人两个月 三个月 一个月都有 有的人一吸第一口 他就马上移民乌乎 去世了也有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尝试这个毒品哦 好 好 现在说到治疗哦 老师大概这个带过哦 是可以治疗的 吸毒过后 你要成瘾过后呢 上瘾过后 是可以治疗的 让你过回正常人的生活 在社会上 我们是有看见 有一些人 能够治好 让他们能够 变回好像正常人一样 但是他们永远 在那个危险当中 只要有一些事情来 刺激他们 他们都很有可能回去吸毒 OK 治疗的方式 这四种 都是很重要的 药物 来控制他的那个精神状况 他需要辅导 然后他需要有社会人事的关怀 他的家人要怎么样对待他 他的朋友要怎样对待他 不要给他不好的眼色 不好的这个神情 或者是态度什么的 然后呢 他的信仰也可以帮助他很大的这个 在戒毒的道路上面 有很大的这个功效 所以 如果你认识这个 有这个吸毒的人士呢 可能是你的家人 你要劝他们什么 一定要去接受治疗 一定要去戒毒 如果不去治疗的话 那就没有希望了 他只会一步步步向死亡的道路 但是如果有治疗的话 他还有希望了 我看见 我看过很多人 他们之前是很严重的吸毒者 他们也贩毒 去卖毒 但是后来 他们生命改变 现在他开这个戒毒所 去帮助那些 这个吸毒的人 很多 社会上有很多 所以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他们还是可以好起来 但是是经历很长 很困难 很辛苦的过程 那么我们要如何防止自己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呢 防止自己去接触毒品呢 首先我们要看看 为什么人会接触这个毒品 好玩咯 好奇心咯 很刺激咯 需要麻醉咯 他们人无知咯 对毒品没有知识 不知道什么来的 朋友讲玩就玩 朋友咯 看到吗 这六个原因不是我自己编的 这是从刚才我说的 AADK的网站上面找出来的 马来西亚吸毒的人 这六大原因 你猜哪一个是最严重的 给你三秒 3 2 1 可能你猜对咯 朋友咯 刚才我也是一直在讲朋友这个字 所以 交朋友很重要 你要会选朋友来交 OK 不要跟这些 不好的朋友 跟他们继续做朋友 你发现他不好 他有 介绍毒品给你 你知道他有在做这些勾当的时候 远离他们 不要靠近他们 为什么他会带坏你 他会给你try一次 只要一次就够了 你有仔细听刚才我说的那个过程吗 你试了第一次 你就有第二次 为什么 因为真的毒品会给你 那种感觉 是你 你试了过后 你一定会再要的 好像你喝了COCA COLA 第一口 你还想要把它喝完 整瓶喝完 一样的道理 我们人就是有这样的欲望 所以你千万不要试那第一口 那么第二呢 第二就是好玩 玩玩 不要紧 玩 对不起 我讲错 是好奇 老师讲很好的感觉 我真的要去试一下 不要 我跟你讲 就是要提醒你 给你有知识 不要做无知的人 不要做无知少女 无知少男 不要好奇 有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去尝试才会知道的 比如说 被车创是什么感觉啊 老师讲很痛的哦 你要试看吗 你好奇吗 有的事情你不需要试 是不是 毒品也一样 跟被车创是一样的 你不需要去试才知道它的感觉 现在我告诉你了 我也告诉你它的后果 它的严重性在哪 不只害自己 也害你的家人 害你的朋友 害你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OK 这就是毒品的伤害哦 那么我们知道过后 我们现在要知道 要谨慎的交朋友 我们要对毒品有 这个基本的知识 基本的认识 我们要有情绪的健康哦 OK 我们要保持乐观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情绪有问题的话 或者是你觉得你情绪 不知道咧 就是怪怪的哦 你不要尝试 用毒品 来医治自己啊 你可以用正常的管道 找辅导咯 找医生咯 这些是很好的管道来的 但是在马来西亚好像很 很不普遍啊 去找辅导员 但是我告诉你 一个人找辅导员是很好 很正常的事情哦 所以如果你有事情要找我 找辅导老师探 老师随时都欢迎你哦 知道吗 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哦 为什么你的朋友去找辅导老师 这是很好的事情哦 OK 如果在这个识人的机构 要找辅导员的话 是要花很多钱的哦 学校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 让你去抒发你的情绪 去让你的情绪变健康 你一定要好好的来珍惜 OK 接下来你要培养好的爱好 你就不要花时间跟不好的朋友 在一起了哦 朋友好的爱好 OK 不要天天打打这个手机哦 王者不要玩太多哦 嗯 然后我们要剃除不良的嗜好 吸酒啊 吸烟喝酒都是不良的嗜好 不要看见大人做你也做 你要有这个自己的判断哦 OK 好 所以 今天老师的这个 反读讲座呢 就讲到这里 在还没有结束之前呢 老师想要同学们跟我一起来宣誓 宣誓就是跟自己说齁 跟自己说什么 就要说 我 我 我说一遍给你听先啊 我 画幅里面你就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去咯 你说我 李伟胜 你不要说李伟胜 你不是李伟胜 你说你的名字 我 李伟胜 仅此宣誓此生必不参与毒品吸食与买卖交易 好 现在到你了哈 来我们一起来说 我 李伟胜 仅此宣誓此生必不参与毒品吸食与买卖交易 好了 恭喜你们 你们有吸收很多知识 对毒品不是无知的了 你知道毒品的伤害你认识毒品 不要好奇 谨慎交朋友 不要尝试那第一口 第一口就会让你一生就完蛋了 很多人以为毒品是很开心完完的 不是 它很严重 OK 很严重 是人命关天的 好 老师希望这30分钟左右的这个讲座真的有帮助到你 谢谢大家 再见 好